數據的豁免亦都會受到安全港的保障,確保日常運作,不會因為侵權之控而受到影響。 使用者就可以在現時六十多項的條文提供的豁免之外,再獲得棄房、諷刺、營造滑溪、豪房、評論時事和引用版權作品多項的豁免。 二次創作在安全港的機制之下,可以減少被無理,教育界和圖書館等, 亦都可以享有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的豁免,促進知識的傳播。 對香港整體來說,條例草案能夠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使它緊貼科技發展, 與國際接軌有效打擊大規模的非法串流盜版行為。 這個既有助維持香港的商業, 亦都會促進本地的創意產業, 和連帶產業的發展,帶動香港的經濟。 事實上,我們已經留意到,已經有版權業的代表向美國政府建議, 除非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否則,美國政府應該把香港去納入特別301法案2016年度的觀察名單上。 我們相當清楚,使用者對他們的言論和創作自由, 會否受到影響,最為關注。 我們已經多次解釋, 條例草案建議的隔外命運保障, 會涵蓋現時互亂往上, 常見的二次撞狀無需三項的修正案, 已經還可以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和創作自由。 我們相信大家要鼓勵, 大律師公會在今年2月17日發表立場書, 支持儘快通過。 条例草案當中有提 kolom . 中文字幕提供 因此,草案能夠更有效保障大眾的二次創作評論時事和政治的自由 除了大律師公會、湯當律師會、香港大學法律提知識產權法的專家李雪清、胡佑九、產權存在處、胡主席、湯達希律師 以致是前立法會議員湯家華、資深大律師和世界知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前助理總幹事 非切義博士,亦都曾經公開表示 《條例草案》的合法建議合理 可以為使用者的言論和合作提供足夠的保障 《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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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反映了過去十年政府和自分者所能認罪的共識 已經是目前最成熟和平衡的方案 我多次提到 現在的條例組案 實在是來之不見 我們的立法工作從此年2006年 經過三度的正式自信 兩屆的立法會 共35次的會議審議 在座的一些議員一定會記得 2011年 版權修訂條例組案 因為無法就應否為棄訪作問題都豁免 除了共識 以至最終 隨著立法會的會期結束而失敗 在重新啟動立法工作的時候 我們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委员会审议的法案 在最后的立法阶段才被突然抓到更加成为部分议员挟持议会的人质 过中的因素 我认为是值得凡事 主席 我认为最可惜的就是泛民议员拉布的行为 剥削了全体委员会就 有条例草案作实质论的机会 当中 有些泛民议员的言论 我认为更未必是符合法理分析 和现实的环境 例如部分议员多次表示反对条例草案的原因 是因为条例草案偏重于大裁团 大机构打压小市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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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出现在议事厅里面 我不知道到底有关的议员是不相信政府 以致是法律专业人士的法律分析 还是他们为了维护对条例草案的既定反对立场 故意选择充而不民 无论如何都好 主席 作为主理条例草案的政策局 他们应当把握每一个澄清政策的意图 去展述草案的内容 以及回应持份者诉求的机会 我在动议恢复二读的辩论的时候 曾经是概述政府对三项的修正案的立场 反对理由 在于过往虚后了太多时间 在拉布等这些无谓的争择之上 支持和反对这三项的修正案的议员 以及政府都无办法可以在立法机关的议事堂上铺尘理据 正反说明 不过我想在这里重申 政府反对在立法的最后阶段 才引入开放式豁免 和限制合约令价豁免 主因是这些具争议的修正案 未有经过正常的咨询程序和政策分析 不负程序公义 泛民议员一直指责政府和反权拥有人 对三项修正案寸步不让 莫乃光议员更加施言政府提出 政府提出于政治的原因 不想接受泛民议员提出的修正案 我认为这个是绝非事实有误导市民之业 由此之中 我们对现阶段采用开放式豁免 和限制合约令价豁免的保留 从未试过隐瞒 也曾经向法案委员会呈交文件 清楚地交代 在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之前 从未有犯